我們看到包括之前不是 有人講告訴我們說 高端對於這個DELTA病毒的保護力很好 當時大家也驚呆了 有這樣子嗎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目前臺灣現在多慘 不是有多少民進黨籍政治人物 告訴我們疫苗夠嗎 疫苗源源不絕 臺灣買的是夠的 你們民間不要再買了 佛光森也不要再買了 佛光森只好我放下了 對不對 但我們人民真的放不下 所以你看看現在進入八月 又告訴我們不夠 莫德納只剩下六十八點九萬劑 AZ只剩下五十七點五萬劑 加上六十萬劑 也就是說這些要優先保留 給二劑的人施打 你第一劑如果還沒有打到的話 我告訴你 你有得等了 你恐怕第一劑都打不到 還有你看 我告訴你這個疫苗多缺 多可怕 現在美國研究Delta的確診者當中 有七成四都打完了兩劑 也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疫苗的保護力 對於Delta來講 恐怕是不足的 更不要說我們那個高端 我要請教一下大家 高端二期都沒有做完就失大 你覺得如何呢 請大家留言 加入我們共同的討論 緊接著特別是這個原醫師 你最專業 你來爬梳一下 我們等了好久 等了好久 這個EUA的這個高端的 這個審查會議的會議記錄 就是終於公佈了 時間是7月18號的上午10點 所以7月19號就給他EUA 那這個會議記錄距離到現在 也大概有兩個多星期了 可能會經過一些認識 修改等等 要去識別化 也就是說 專家的名稱 性別等等都不能夠露出 擔心會遭到出征等等 這點我們也都能夠理解 但是我建議一下觀眾 這個部分是網路上是查得到的 你如果要看原文的話 因為它很長很長 你可以仔細看得到 但是很有趣喔 你記不記得 之前食藥署告訴大家 21位專家出席 其中15人是有條件的同意 一人是不同意 但是你從這份會議記錄當中 你看不清楚 誰是那個不同意的 誰是那個有條件同意的 事實上你用編號 ABCDEFG OK 但你是不是註記一下 D是不同意的 誰是同意的 誰是有條件同意的 這個東西你可以註記 完全看不到 所以你只能夠從它的字裡行間 連這裡面我不知道有沒有經過認識 這裡行間裡面去看 誰是那個1 這一個人不同意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好奇 因為之前我們看到 不是這個審查委員會不是洗過一次嗎 換過一次嗎 換過一次之後 這個人竟然沒有被洗到 還是出現一個人是完全不同意 那這個人想必他不同意的 立論跟他的這個想法 應該是很堅定嘛 到底哪裡我絕對不能夠同意呢 哪裡是絕對違反科學不可能呢 看不出來 完全看不出來 那所謂的這個有條件同意 跟有一些 我們看到還是有一些是 完全覺得很棒棒通過的 完全看不出來 裡面好像每一位專家講的 都有點保留 都有點怪怪的 我們的這個王仁賢醫師 今天特別錄了一段 他也仔細看了這個會議記錄 我們稍後來聽他的訪問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 光是EUA EUA是緊急授權嘛 這位專家D你看他就講 他就講EUA是非常時期狀況之下 什麼是非常時期 就是疫情已經很嚴重了 但這世界上並沒有疫苗 就是像去年的時候 美國英國有沒有 疫情整個燒起來 但是沒有疫苗 這世界上不存在疫苗 所以我才給他EUA緊急授權 但是現在疫情已經降級了 全世界都有認證過的疫苗 所以很多專家都質疑 台灣的EUA到底有沒有必要 台灣現在有什麼緊急狀況 所以這位專家D就說 EUA是非常時期之下的 一種尚未完美的方案 來解決燃美至極 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那他應該就是我懷疑 我們台灣有EUA 我們台灣需要EUA嗎 然後你看 經詢問CDC代表 該原認定目前為緊急狀況 因為我相信他這個 可能不是他的口述的逐字稿 應該是經過潤勢 我推想一下 這是我個人推想他的原文應該是 你們我們現在有符合這個緊急狀態嗎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可以商量 或是我覺得不見得有 那你食藥署 你誰誰誰 你覺得有嗎 那你說有 那你說有 所以結果就是 經詢問CDC代表 該員 還不是該署或是該部門 該員某一個人 認定目前為緊急狀況 所以你不覺得這個D專家很無奈嗎 光是這一點 他對於要不要做這個EUA 他都有一點質疑 更不要說他裡面的一些科學數據了 他覺得情況其實不太符合EUA 但是該員認定 我只好也接受 是不是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先來聽一下 這個王彥神醫師 他在今天看了這份會議記錄之後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意見 整理就三點來告訴大家 專家會議的第一項建議 是要求高端疫苗 在一年內要提出保護效益的報告 包括抗體的持續性 T細胞的免疫 以及第三劑加強保護的一個效果 那這些其實都應該在 我們這個疫苗獲得授權之前 就該提出來的 在疫苗授權之後 再提出來 不管是你前面的是一個所謂的 緊急授權還是普通的授權 基本上都是違法的 因為任何的授權 都要提出保護力的報告以後 才能獲得授權 沒有一個國家 在你給了授權以後 再要求提出保護力的報告 這等於是把全民 當作個白老鼠來看待 第二項專家會議的建議 是希望高端疫苗在上市後 每月要執行安全性的監測 但是問題是 這個高端疫苗在上市後 他要要求他每月提出安全性的報告 顯然是對他的安全性有所疑慮 所以才這麼做的 所以這個代表了他這個疫苗的安全性 可能也遭受到食藥署的質疑 第三項專家會議的建議 是希望高端疫苗逐批提供50公升 臨床試驗的藥物 高端的疫苗 它是在兩公升製程的 這兩公升只要移到了50公升以後 所有的指標都亂掉 可見他的質量控制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要改善 基本上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夠做成的 大概要到一年到兩年 才能夠完成 而且要逐步的去改善 所以看到這樣子的結果 我們對高端疫苗本身的量產 所以要供應到全台灣500萬劑 或者是要給友邦支援 這些基本上他的量 可能都是個吹牛的量 好 王文理事長講得很清楚 給大家整理出了三點 我們常常來我們節目的書章也說 專家D跟專家T 都非常的明顯的反對給予EUA 而且是不只一個人 所以你看到這一報告 雖然經過潤市之後 它這個中間很多很多文字遊戲 繞過來繞過去 這個語法也怪怪的 文法也怪怪的 所以你今天要看好幾遍 你才耐心才能夠看得懂 但即便如此 好像都跟食藥署所公布的 這種樂觀的通過 條件很棒的通過 好像就不一樣嘛 不是喔 然後邱書長還告訴大家 廠商量產52的能力人 而然不足 不應該核准 更不應該開放預約 我們就看這個D D我們剛剛講了嘛 他對於EUA感覺上 這位專家就非常不同意 T呢有沒有 T說什麼呢 你看 原醫師 若是通過EUA 基本上必須要滿足的技術 性資料要求 擇必須要滿足之後才可以進行 EUA專案核准製造 什麼意思呢 你這個EUA 你就有個標準嘛 這些標準你都必須要滿足嘛 滿足了之後你才可以通過 才可以讓他製造嘛 但是你看他 我不知道真的真的是 這個專家的原文 還是說他經過RAM4 故意寫了很多很多的你知道 連接詞啊 假設詞 把這個語法搞得很奇怪 若是通過EUA的基本上 必須滿足的技術性資料要求 我覺得也就是說 你以為有一定的技術上的一些門檻嘛 跟技術上的一些要求嘛 那你當然必須要滿足以後 才能夠進行一些專案核准製造 所以它的翻譯成白話文 就是說怎樣 就是說你目前還沒有到這個標準嘛 你怎麼可以讓它核准製造呢 你怎麼看 其實我看這份會議紀錄的時候 其實會議紀錄的精神 應該是在會議的過程中 到底誰講了什麼話 誰做了什麼決議 誰做了什麼計 這個完全是有一個人 完完全全的翻譯 來幫你取義 然後取你想要的意思 然後也寫成一個東西出來 非常要命 這不是真實的一個審查會議 如果你仔細的觀察這個審查 專家的審查 其中裡頭有一半的人都說 有質疑他的問題 應該建議要做三期的臨床試驗 應該要再去給他看 他的審查整個做的過程中 他的品質有沒有辦法維護 這些在我在如果是審查主席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那是你代表我對這個東西 有點不信任 再來大家要看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EUA 現在是在印尼政府在進行的話 是在印度的政府在進行的話 OK 那也許我說 死馬也當活馬 我們先有 總是有60%的保護力 什麼保護力 我們先用了再說吧 因為他的疫情真的是嚴峻 但是大家仔細看一下 7月18號的時候 我們政府不管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或各縣市政府 他討論的是說疫情趨緩 沒什麼嚴重性 我們要降警戒 我們要開放了 所以我沒有緊急需求 我沒有緊急需求的時候 你這個EUA的適用 在當天開會 你進去開會的那幾個人 不管是18個 21個幾個人 你走進去的 你的第一個念頭說 我現在台灣好像沒有緊急狀態 需要我急得要出一個 一個還沒有被很認可 而且你們所講的 如果這些話都是你們講的話的話 你都不同意嘛 第一個 你就講說 這個不太好 我覺得我還沒看到三期報告 應該要做個三期報告 應該去到戰場去打打仗 看一看 看效果怎麼樣 你每天打仗 而且他的建議很清楚 你要每個月要交報告給我 那這個報告很抱歉 他已經講了清楚 這個報告要在台灣進行 台灣沒有疫情 你做什麼報告 你給他什麼報告 我就考不清人 要給他什麼報告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疫情 你自己已經說都解封了 大家都沒事了 那你幾個月抽血之後 你要給他看什麼東西 他的效期是什麼 他也沒有辦法去打仗 他也沒有戰爭 什麼都沒有 你就到處抽個血看一看 交個報告嗎 而且我管理事長說 這個也不符合過去的經驗值 過去這個藥證也好 疫苗也好 都是一年交一次監測報告 是什麼樣的情況 要求他每個月都要交 是太不放心了嗎 就是很不放心 所以他的 大家隱藏的暗語都說不可以 還不行 還不行 結果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怎麼會來一個結論說 是不是主席說時間花太久 來 聽我們表決 誰敢不舉手 表決因為用舉手的 誰敢不舉手 是這個概念嗎 實質表決 也不是非濟民投票的話 所以是不是大家講了半天 講了兩個多小時 白開會之後 一按鈕 全部都通過 有一個人棄權 所以坦白講 不看真的還好 但是越看 真的是氣 氣跟急 因為我還是強調 這是疫苗 這不是維他命 這個是有害身體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打到人的身體中 會出事情的 所以真的不宜這樣去做 真的我是覺得沒辦法 很無奈 真的非常的無奈 所以你看到 專家一說什麼呢 專家一說 說這個疫苗 對data株的保護力 仍有疑慮 中和抗體的效價高低 能否作為疫苗保護力指標 以現有的數據來講 不足以支持 另外專家G 專家G也說 有沒有 本疫苗對beta 還有delta的變異株的 這個中和力 明顯較弱 所以都提出了 因為接下來 人類要面臨的 就是他的變異株 不斷的有變異株 所以你看到這幾位專家 我們目前所整理的 這麼多專家 感覺上 沒有什麼去稱讚他的 沒有什麼說他很棒 所以我覺得更有意思的 就是說前提問題 比方說今天介大使 介大使 我們現在有個緊急狀況 麻煩你來開個會 大家會議內容有 A點 B點 C點 但介大使說 哪裡有緊急狀況 沒有緊急狀況 所以你看到這個專家 就很有趣 好幾個專家 對於是不是緊急狀況 他都提出了這個質疑 所以這個會到底怎麼開 這個會 我覺得疑點重重 因為我算是開了很多會的人 從國內的會 他到國外的會 因為他這個第一個叫審查會議 也就是說這個會 由這些參與的會員 來行使同意權 那如果不要審查的話 那你陳時中一個人 你行使首長權的話 我說通過就通過嘛 可見這個是要集思廣益的 那這裡面我覺得最大一個叫什麼 叫有條件同意跟同意 這個沒有什麼有條件同意的 你有問題就要先解決 那這種會議 我覺得既然是這種疫苗 修官人民的健康生命的 它應該是屬於比較要高標準 而且如果會議中有專家講出 有嚴重瑕疵的話 他就應該讓這個參加審議 這個標的再去改進 或者做進一步的說明以後 再來審 因為會議的話 我們通常來講的話 就最重要是用什麼方式來決議 來同意跟不同意 那有的決議 我們就很簡單分了 有的是什麼 有的是共識決 也就是說有人不同意的話 那就等這個人不同意 把它說服到說同意後再同意 這是共識決 另外一種叫什麼 叫絕對多數決 也就是你要三分之二同意 那你就說你這個高標準 另外一個就是說明確同意 沒有什麼叫有條件同意 我完全不曉得什麼叫有條件同意 那另外就是簡單 你起碼有二分之一 那這裡面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這一些提出 有條件同意這些條件的問題 都嚴重影響到這個疫苗本身 能夠得到符合標準的問題 那既然有條件 即是就是反對 意思就是說 你應該再把這些事情拿回來 讓我們這些委員都來同意 而且我覺得這種表決 如果說是真正以人命 生命來安全 它應該是要高標準的決策 你不是共識決 你要絕對多數決 那這裡面就沒有一個告訴我 這個議事規則是怎麼過的 然後呢 是不是最後主席裁決 如果主席裁決 那個這個程序完全合法 所以我記得 我一直就覺得 我覺得這個會議 有嚴重瑕疵 所以應該說他這個決策是無效的 也就是今天這個EUA的決策 引起這麼多社會的這種疑慮 那他在程序上就出了這麼多問題 從法律來講他是致死無效 介大使你這樣講我就懂了 你記不記得 既然有他會公佈這個會議記錄 我也有點驚訝 但是因為可能經過認識嘛 然後經過一些擷取等等 所以當然啦 我們目前整理看來 這麼多專家都持 這個感覺上都覺得很有疑慮 他還是通過很奇怪 但是之前就在講說 他有沒有錄音錄影 他就咬死沒有嘛 但是林嘉恩說溜嘴 林嘉恩謙誠的基督徒 他告訴大家是有的 結果高端立刻出來否認說沒有 他當然不敢承認有啊 如果有的話比對一下 是不是我不知道 這些專家的意見 可能被認識或被修改過 是不是如此 至少他認識修改之後 你還是覺得 這些專家很不放心 包括最重要的來講 一個疫苗有沒有效是最基本的嘛 第一個是安不安全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有沒有效 你如果說是安全無效 如果打生理食鹽水就好了 一樣嘛 安全都要命 但是沒有效 所以你看到專家G就這樣講 他說這個病毒會不斷的演變 本疫苗對這個BELHA 這個BELHA跟變種病毒很弱 還有這個專家1他說 這個疫苗呢 對於病毒變異株產生的 中和抗體效價 有降低的情形 對於DELTA株的保護力仍有疑慮 但是中和抗體效價高低 能否作為疫苗指數等等 以現在的數據 恐怕不足以支持 所以很多專家都提出了 他有沒有效的問題 都是很有疑慮 安全的問題 倒是大家都覺得還好 像這位專家 高端疫苗安全性副作用 大致上是可以接受啦 但是免疫力無法使用 單一抗體作為代表 例如在TCL這個免疫力反應的部分 就無法提供足夠的證據 所以很多專家提出來都是 證據了 你說你有保護 你的證據在哪裡 這個EUA到底符不符合 這個情況等等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專家提出來 都是疑點重重 但這個疑點後面就沒有什麼解釋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個專家 剩下一個人 15人有條件 每個專家提出來的條件 按照食藥署的歸類就是兩點 第一個就是每個月要提出一次 每年要提出再一次 但是這些專家就是這麼簡單嗎 他們有沒有給一些其他的條件 這個還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提出